要數香港著名車手Daryl 歐陽若熙一定是其中之一 近期他在一項 GT 系列賽有好表現 趁這個機會我們重溫他剛剛由加拿大回流香港的訪問 Daryl 在十歲的時候奪得人生中首個錦標 在往後十年他又再在北美贏過無數冠軍 直至他在二千年奪得加拿大和美國的全國小型錦標賽總冠軍之後 他就開始進身方程式賽車行列 經過三年的方程式生涯他的潛質被人肯定 而在今年亦正式被香港贊助商邀請參加保時捷亞洲杯賽事 但初次接觸跑車的確令他有點不習慣 那些方程式車好像少年賽車一樣很輕 現在你轉去這些在街上駕駛或大一點的車 當然是重一點 所以車的動作是慢一點一點 而且現在你轉的時候 車的反應是慢一點 所以你要慢慢拿回感覺 我差不多一千公里才開始 我覺得很舒服駕駛 我覺得賽車有很多不同的方向可以去的 因為有F1有GT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所以我覺得 我想是長場都贏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贏到 你自己會找到方法去高些地方 我們做車手一定要第一 我們滿意拿到分 但我知道你的相片 真的有機會去爭這個冠軍 和你拿到這個冠軍回來 那是要贏到我們賽事 時間來到2019年 Daryl 的鬥心依然沒有變 所以最近他在GT世界挑戰賽亞洲杯 首個賽站已經取得好成績 這個一共六個分站 十二回合的賽事 歐陽若希今季駕駛平至AMG GT3戰車 火牌27歲丹文女車手Kristina Nelson出戰 第一站馬來西亞站 就克服了不太理想的起步位置 成功從第19位後上 追至第三位取得貴軍 Hello Daryl 恭喜你 在馬來西亞站拿了貴軍 現在想起整個比賽 自己的心情和看比賽是怎樣 我覺得第一次駕駛這個新車 都是一個很特別的成績 因為我們在兩個賽事都可以說 有一個好成績 而且駕駛得非常好 我和我的新隊友夾得 對 和Kristina 我們也是第一次合作 但她也是很有經驗 Kristina在美國那邊也贏了幾次冠軍 在大GT賽 我們兩個都有這樣的經驗 一起合作是非常好 第一次和Kristina合作 第一次駕駛一輛新的車 你覺得自己是怎樣 和團隊之間合作呢 我之前也是跑了保釋子三年 現在轉了去Benz去跑這輛車 是有很多新的東西要學 整個車的設計都是不同的 我們都要有多的時間 駕駛多些才會真的 拿到那個最終的利益出來 但現在都在學很多東西 而且我的隊友都很快吸收到很多東西 下一站就會去到泰國比賽 現在和整個團隊準備成怎樣呢 我最重要是繼續在這裡推動自己 不要太放鬆 因為我們知道如果真的贏 每個人都要駕駛多些 每個人都要駕駛多些 這些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要冷靜要穩定 但我們都要駕駛自己去找時間 和如何進步 真的 歐陽若希已經持拼在賽車場15年 到現在他仍然保持熱愛賽車的初心 好見的是Daryl的樣子多年都沒有點變 還有ABC tone都保持多年 這些就叫穩定了